环球网军事1月3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信社,1月2日报道,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主任约翰赫布斯特安赫斯,表示,华盛顿可能在2-3个月内向基辅提供武器,并发起对俄罗斯的新制裁。 约翰赫布斯特在接受乌克兰自由电台记者采访时指出,再过2-3个月,我们就会看到,美国将向基辅提供武器,并对了宣布新的制裁,约翰赫布斯特强调,美国会向乌克兰提供反线导弹、巨罗舰,以及其他军事装备。 这名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透露,美国有足够的鱼叉巡航导弹,主要使用的是30年前开发的技术,这是我们现在就能立刻提供的武器。 可能还包括更加现代化的导弹,约翰赫布斯特指出,美国可能实施的制裁,包括针对俄罗斯大型银行的限制措施,或者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美国港口。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梯,飞多卢定桥,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 新华社记者梅士雄,泰国上将杨成武晚年回忆说,打过这么多仗,最惨烈,最悲壮的,还是飞多卢定桥。 1935年5月,一道天然形战大渡河,横跟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面前,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是红山峻岭,只有一座铁锁桥可以通过,国民党派重兵守卫着铁锁桥。 这座铁锁桥,就是卢定桥,能否夺取,关乎着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 战争亲历者,老红军唐进新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当时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次联星年诈使。 1935年5月27日清晨,红四团在团长王开箱,正位杨成武帅领下,从大渡河西岸的安顺场出发,向罗并桥奔袭,军委宪令三天三夜赶到。 唐进新生前回忆,对红军来说,三天三百二十多里路并不算多,但都是山路,还要不停的打仗。 有时,我们必须歪腰挪步,从锦荣一人的绝壁间穿过。 唐进新说,一路急行,驾桥,打仗和绕道,第一间只走了八十多里。 第二天,军委又来集电,现二十九日夺起卢定桥,就是说,我们一昼夜,必须赶二百四十多里。 唐进新说,虽然此前他们曾创造一昼夜行军一百六十多里的记录,但这次大家都觉得压力很大,路上还有敌人,条破大雨下个不停,摸黑行走的唐进新和战友们行军速度非常慢,伸手不见五指,瞎上鸡肠碌碌,又都是泥泞小道,我和战友们一个个被淋了个头。 那次急行军,是我这辈子所有行军中最紧张,也是最艰难的一次。 被案敌人也在连夜更远卢定桥,养成五大胆决定,连袭伙伴,已刚刚被消灭的川军翻号迷惑敌人,碰到敌人,就由下一部分人打仗,别的人继续跑步前进。 唐进新说,二十九日六时许,红四团赶到如定桥边,并占领西桥头,这是一座有十三根铁锁横拉两岸的铁锁桥,红军赶到时,川军已把桥上木板抽掉了,只剩下悬黑冰冷的铁锁悬在那里,桥的那头,又有敌人把手,三部队选拔突击手时,唐进新马上就报了名,但是没被选上,他与所在的四连的战友们,被安排负责往桥上闭木板,唐进新生前回忆,二连连长要大珠,等二十二人组织的 突击梯队,踏锁夺桥,三连跟着,边冲边铺木板,一连打掩护,总共在下午四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杨成武生前回忆,玄团的四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起向对岸敌人开火,金号声,枪炮声,哈沙声震撼山谷,据杨成武生前回忆,战士为小三最早牺牲,从桥上突手落入河中,接着,中了弹的刘大贵,也趴在铁锁不动了,紧跟着,刘大贵落入水中,不料对岸 燃起火来,铁锁烧得发烫,冲在前面的刘金山,始终抓着铁链,手臂下的疤痕,正是匍匐在铁锁上套下的伤痕,子弹摆的铁锁叮当响,有两名突击队员掉下去了,我站在西桥头,不停的把手中木板递给三连的战友,藏进新生前回忆,红四团英勇的夺下了卢定桥,中央红军主力渡过了大渡河,新式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副院长马卫芳说,被夺卢定桥充分彰显了 红军将是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粉碎了蒋介石借助大渡河,天险消灭红军的美梦,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一次重要的战略作战行动,和取得的又一次决定性胜利,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环球网军事1月4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4日,援引福克斯新闻台的报道称,美国陆军特意上校到格拉斯·麦格雷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叙利亚 撤军是一个妙招,因为之后俄罗斯将会和盟友发生争执,他表示,美国从叙利亚领土撤军,会损害俄罗斯与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叛军的关系,美国政府的决定,将迫使俄罗斯在这些花了很长时间建立起关系的国家之间做出选择,麦格雷哥称,俄罗斯必须做出选择,如果俄罗斯让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境内,就会失去对叙利亚人和伊朗人的影响力,他总结说,俄罗斯人,土耳其人和伊朗人理论上,没 有理由团结在一起,这就很好,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12月中旬,先不宜在叙利亚战胜伊斯兰国,并指出这是美军留在该国的唯一原因,此后,白宫新闻密书桑德斯表示,美国开始从叙利亚撤出部队,但战胜伊斯兰国并不意味着终止联军的存在,美国及其盟友,自2014年起,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了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但在叙利亚联军的行动,未经叙政府许可,叙政府认为该行动未占领行为,叙利亚国内共计有 有约2,000名美国军人,他们与叙利亚地方武装一起控制了自然资源丰富的东部和东北部领土,XVD plus 7,531,美国指控两名中国籍黑客,按中国国安部指示,参与名为APT10的黑客团体,盗取十二国的知识产权与商业机密,美国司法部指控名为诸华诸贺,张士隆和施隆的两名中国人,参与先进持续威胁时,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en,显称APT10的网络黑客团队,依中国国家安全部命令形式,以恶意网络攻击的手法, 盗取美国,欧洲,亚洲等十多个国家公司的知识产权与商业机密,美国有超过45家公司受害,连美国太空总署与海军,都有信息被盗,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只美方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方进行无端质责,严重损害中美合作,蹲促美方撤销,对中方人员的所谓洗溯,并然言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的网络安全和自身利益,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网络安全政策主任史国立Adden Segal,向BBC 中文透露,据文诉状在上周就已准备好,在司法部决定研制20日发布,避免与孟晚舟保释一事同时发生,而且,美国曾考虑就黑客案向中国责任方施加制裁,但顾虑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而搁置制裁,美国司法部称,中国的网络盗窃行动,从2006年开始,APP10通过安装有卡的钓鱼软件,侵入目标公司电脑,盗取了超过45家美国公司的资料,其中包括了7家航空航天,或卫星技术公司,三家通讯技术公司, 三家高端电子系统公司,还有航海技术,石油器采决企业,除了企业外,多个美国国家机构,包括太空总署,NASA,能源部与海军都是受害者,其中,APP10,盗取了超过10万名美国海军士兵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的社会安全号和生日等,不止美国,包括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阿联酋,斯兰,瑞士,瑞典,日本,英国在内的11个国家都有公司受害,这些公司分布在9大行业,包括金融,电信和通信, 商业和工业制造,咨询,卫生医疗,生物科技,矿产,汽车与采决,美国司法部并未公布具体的受害公司名单,也未指明被告信息为何,只称是对这些公司来说十分宝贵的机密信息, 美国司法部控告的中国黑客,分别名为朱华与张世龙,养人都是中国公民,并居住在中国,美国指控养人涉嫌电脑吸入,网络欺诈,盗用身份等罪名,被告可能面临的最高刑罚为27年有期徒刑,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诉状,养人隶属于天津华人海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注册经营业务范围,包括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和商务信息咨询等,注册资本为100万人民币, 成立于2010年1月,美国司法部的诉状指,这家公司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联,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塞斯坦·罗德鲁斯坦和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克里斯特斯瑞在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国飞客的行为是赤裸裸的欺骗和道谢,中国伤害守法公司与国家的利益,获取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美国知晓飞客的身份与目的,甚至清楚具体是谁在操纵电脑键盘, 美国政府将不遗余力的将你们绳之与法,就算你们在半个地球之外,也无法野心埋名。 美国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说,没有国家比中国的威胁更大,中国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并且要利用非法的方式达成这一目的。 当华为涉嫌违反伊朗制裁案相似,关于APT10网络盗窃的相关案情, 其实在2017年就已有媒体披露,美国司法部为何选择在此时提告?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网络安全政策主任使国立Aden Segal,向BBC中文透露, 据文诉状在上周就已准备好,但司法部决定延至20日发布, 毕年与孟晚舟保释一事同时发生。 他认为,媒体报道与司法部声明之间,有一定时间差是合理的。 智库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网络安全及中国数字经济研究员萨克斯·Samsaks, 对BBC中文表示,这一指控应是经过长久的调查准备, 但提告的时机不容忽视,北京一定会将这一指控解读为美国一连创行动的其中一环。 值得一提的是,既在华尔案中,以无影联盟盟友联手, 美国代自联合盟国指控中国违规,美国政府其他部门也迅速发生谴责。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托斯·托斯·纽尔森,发表声明,呼应司法部的指控, 选择上述黑客行为,违反了中美两国在2015年达成的,不支持网络盗谢商业机密行为的共识。 也有被中国向20国籍团集20与亚太经合组组APEC成员国许下的承诺。 除了美国政府内部团结一致外,英国政府也几乎同时发表声明, 只会与其他盟国一道要求中国对这一系列行动负责。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Jerry Mayhant,表示,这些活动必须停止。 他们与2015年中国对英国极作为G-201分子许下的, 不采取与不支持网络盗窃知识产权,与商业机密的承诺被盗而驰。 萨克斯和史国利都认为,往后这样的联合行动将会越来越多, 因为全球正在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北京需要为网络犯罪负责。 萨克斯对BBC中文表示,史国利分析,美国希望强调, 中国违反了不盗窃他国知识产权的协议, 站在了其他国家支持的规定的对立面。 这不仅仅是华府批评北京的问题。 华为孟晚舟爱一波未评。